那为什么我们会变成国际笑柄呢? 其实就是因为 我们放弃了道德跟放弃了信仰 我们放弃了耶稣 不只放弃了耶稣 我们还侮辱耶稣 这篇是来自于 The View 这位Sunny Huston 他... 我本来要说 他是我觉得里面最蠢的一个人 但是我其实觉得里面每一个人都很蠢 就连两个假共和党的人都是 Sunny Huston在上面宣告一个关于耶稣的言论 那我没有读过神学院 但是各位可以听一下 看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 我没有读过你太多 就留下来 如果东西惹我 我会留下来 如果我不想惹怨 我会不会去那里 你看那是问题的 你不想只要有你的感觉 你不想所有人都会参加你 你知道吗? 你可以哭 你可以咳嗽 你可以做所有的东西 但是你知道吗? Gay people are here 这个是在讲神经病去Gay Bar 杀了5个人的那个事件 说他是什么保守派基督徒川普支持者 就那个人的律师出来说 他是non-binary 非二元性别的人 然后使用they them pronoun 性别代词 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们继续唬 他们上面说 耶稣会是骄傲游行的大元帅 Grand Marshal 这是什么意思? 大元帅 我了解耶稣是 的确是望王之王造物主 所以他是大元帅 对不对? 他是世界的大元帅 那或许如果当时有骄傲游行的话 I don't know 但是我不认为他在讲的是这个 耶稣会是骄傲游行的大元帅 这个是左派的人 自由派的人 无神论者 遇到信仰的时候常常会做的事情 是完全不合理的 他们会说的就是 我觉得基督教很蠢 都是错的 只有弱智才会被骗 例如我们上个礼拜就有一个留言 就是说 宗教毒害一切 请不要以基督教之名混淆视听 那是人类的耻辱 简单说就是 基督教是过时的 是不理性的 是迷信 只有弱智才会被这样子集体洗脑 但是他们会说 我的想法比你们这些基督徒更像基督教 连我妈都是这个样子讲的 她会说 你们基督教都是劝人向善的 但是就是太多强制 很愚蠢 有这么多教派 我做我自己就好啦 我理性思考 他们会说 我做的比你们这些基督徒好多了 对不对 通常会讲这种东西的人 就是对于信仰一点都不了解 对基督教也是 就是用佛教的方式来看基督教 还有很多那种也是常听到的 就是我从小就是在基督教学校长大的啊 我从小就是我妈送我去天主教学校啊 我在教会学校读了十几年 所以你们的教义教导这些我都知道了 我跟教宗基本上是平起平坐啦 对不对 然后呢 我都了解之后呢 所以现在我才是个无神论者 让我来告诉你 你的信仰问题出在哪里 我太常听到这样子的东西了 在PHC研职工业里面 有太多这样子的留言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讲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因为他们拒绝了信仰 是一个学术或者是一个智慧 但是他们可以了解 人是需要信仰的 人是需要崇拜什么的 所以他们才会讲一堆信仰的理论 他们知道信仰或者宗教的力量 甚至在他们自己的人生上面 所以他们最爱做的事情就是 声称他们的观点就是神的观点 那基督徒做人的方式 或者是有宗教的人做人的方式 是使用道德价值观 理性思考 尊重传统还有读圣经 参与在教会的生活里 然后我们试图透过这个样子的方式 来了解神要我们做什么 是的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样子 来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 然后当我们的生活方式 跟我们的行为 跟神的期望有分歧的时候 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生活 或者是习惯 这就叫做认罪悔改 就是改变自己的想法的意思 伊甸园里面蛇告诉夏娃的 你会变得跟神一样有智慧 这也是美国知名作家 Whitaker Chamber 他说的 共产主义的核心就是把自己塑造成神 他们知道这个世界需要一个大元帅 这个世界有一个大元帅 那这个大元帅是耶稣 不然就是这个大元帅就是 Sunny Huston 因为对他们来说 所有的人都应该要当一个受害者 因为只有在所有的人都认为 自己是受害者的时候 他们才可以当这个世界的救赎者 就是这么的恶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